行政院长林全日前接受平面媒体专访时表示 目前核荷厂停掉的二号机仍然是在被疫状态 虽然不算在被转容量中 但如果有电力不足危机 他会向立法院报告 当作电力供给的最后手段 林全说工业界应该要对国内的电力供给有信心 工商界对此表示欢迎 你只要有稳定的电力可以供应 我们并没有说一定要核一核二厂 一定要发电 包括核四要不要三转 我们都是认为它应该是从长远的电力供应来看 核厂当地的反核团体批评 重启核厂二号机的新增电力有限 但风险却是个大问题 地方对现在核一二当场事故不断 政府如果说要去冒这么大的风险 真正发生了核灾 任何人都承担不起 面对质疑 林全表示核厂并没有运转的任何考量 同时也没有纳入台电的被载容量的计算里面 目前并没有任何启动的可能性 就是它必须要安全无欲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它必须要这个 这个本身这个是在已经所有穷尽一切其他的方法之后 都没有其他的这个来源 第三个它必须要有全民的共识 在这三个前提之下呢 那么我们视它为最后手段 所以最后手段是这个意思 之前接连发生 和平电厂电塔倒塌 815全台大停电 引发各界重新讨论 是否该重启核电厂发电机 供电稳定与非核家园 都是蔡政府重要政策 但要如何兼顾或找到平衡点 也是蔡政府的重要课题 记者综合报导